佛陀当年在舍卫城教化众生的时候 有一天他散步走到 鹦鹉那都提家中 真不巧 这个都提啊 都提呢实际上就是 当年印度的一个高级的官员的职位 刚好有事出去了 他们家里呢养了只白狗 人人都很尊敬他 尤其是都提对他的爱护 就像对人一样的宠爱他 食必供以美味 卧必供以床铺 就是吃啊一定跟人一样 睡得要有床铺非常好 这时候呢这个白狗啊 正在符合在床上 吃着盘中的食物 见佛陀进来了 啪一下跳下来 冲着佛陀大声的狂叫 佛陀怜悯地对白狗说道 白狗啊 你过去因为愚痴邪恶 而又爱财如命 不肯不失 所以堕落到畜生为狗 现在你应该觉悟 白狗听了佛的话 心里就难过起来 好像懂事情一样 整天的忧愁 卧在那里 不叫了 都提自外面回来 看见自己的爱狗 异乎寻常 闷闷不乐 也不饮食游乐 便心中怀疑地问 家人说 啊 有什么人欺负过我的狗吗 家人回答说 哦 刚才佛陀来过了 都提爱狗如掌上明珠啊 听说爱狗因佛陀来的缘故而忧愁 不仅火冒三丈 立刻来到佛陀面前问道 佛陀 你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到我家里来 我的爱狗就是因为你现在不吃不睡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佛陀平行静气地说 都提啊 我到你家里去 是有苦心的 因为你的爱狗 就是你前世的父亲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回家问问狗 都提听了 惊异不止 最问道 那佛陀 我过去的父亲 为什么会转身为狗的呢 因为你的父亲 在生的时候愚昧邪恶 又贪爱财 不肯 喜舍不失 把许多财宝全埋在了地下 到死的时候 仍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你回家可以叫他 只是藏宝的所在 佛陀跟他讲 都提的心中既欢喜又悲伤 回到家中 立刻对着白狗说 白狗 如果你真是我前世的父亲 你就应该起来吃饭 而且你只是 藏宝的地方在哪里 白狗像听懂的似的 点点头 即刻就走到藏宝的床下 用爪子拼命地抓土 并不断地叫着 这个狗好像就是说 财宝就埋藏在床下 都提心中明白 哎呀 立刻亲自挖掘 果然从地下 绝出了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 都提不仅目瞪口呆 心中说不出的滋味 于是他大发善心 把所有的财宝 供养给佛陀和众多的比丘们 并问佛陀说道 佛陀啊 请你指示我 因果罪报的因缘 是怎么形成的 佛陀慈祥地跟他说 寿命极短的人 是全生多杀生的缘故 寿命很长的人 是全世多放生的缘故 贫穷的人 是全世迁滩偷盗的缘故 今世有财户的人 是全生多行不失的缘故 有恶念的人 是全生多敬恶人的缘故 有善知慧的现在人 是全生多清净善知识的缘故 要说起因果报应的事情 千年也说不完 我现在只是大概的说给你听 你必须要多多的尊重才是 五月 你 valve 嘴 你 甚 媚 傅 我